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产要素组合使总成本最小 我们先介绍图像法 然后再介绍求其小时的代数法 我们先学习等成本线 所谓等成本曲线的事实 在给定总生产费用C0 劳动力价格W和资本价格R的情况下 企业所能购买到的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的轨迹 等成本线的数学表达式 是K等于C0除以R 减掉括弧W除以R乘L 我们现在来这个推导等成本线 等成本线如左图 在这个图里面 F点是可以购买到的要素组合 而G点是不可能购买到的要素组合 这条线的重截距为C0除以R 横截距为C0除以W 斜率是W除以R 等成本曲线的也会变化 当总费用减少 生产要素价格不变时 等成本曲线左移 当总费用增加 生产要素价格不变时 等成本曲线右移 生产要素价格不变 等成本曲线的斜率就不变 现在我们假定 1. 已知企业的生产技术 其生产函数 F扩回RK 2. 已知企业的产量为Q0 3. 已知劳动和资本的价格 W和R 4. 已知产品的市场价格为P 那么如果选择一组最小的生产要素组合 L信号、K信号 生产Q0 那就是长期成本级小化的解了 这个长期成本级小化 我们用图来表示 可以求它的解 现在我们假设生产要素价格比是W和R 企业要生产Q0这个产量 那么在等产量线Q0和等成本线C0 相切的这个点是均衡点 这个时候 投入的劳动信号和资本信号 是最小的成本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左图中给定三条成本线 一条、两条、三条 再给定一条等产量线 这就是所谓的Q0 那么在等产量线Q0 和中间这条等成本线的切点 是最佳的要素投入组合 此时投入的劳动和资本 分别是K信号和R信号 是最佳的投入组合 如果在远处的这个点和这个点生产 这样生产的话呢 是不合算的生产 因为生产同样的产量 在这个点和这个点的成本投入 比刚才这个切点我们把它定为1点 投入的成本那两个点成本更大 因此那不是生产者的选择的点 只有这个切点处 是得到这个产量而投入的最小的成本 也就是K信号和R信号 成本纪小化的均衡条件 可以推导如下 即等成本曲线的协力 等于等产量曲线的协力 如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经济含义是 最后一个货币单位 比如说100元 用于购买劳动 或用于购买资本 取决于该生产要素的编辑产量 与价格之比的大小 老师 这不跟前面生产理论讲的 利润极大化的结论是一样的吗 是的 利润极大化和成本纪小化 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它本质上是一回事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成本纪小化问题 如果发生了MPR除以W 大于MPK除以R 说明单位货币的劳动编辑产量更大 因此就应该增加劳动的购买 同时减少资本的购买或租赁 同理 如果此时MPR除以W小于MPK除以R 说明单位货币的资本的编辑产量更大 那就应该增加购买资本 减少劳动的购买 直到MPR除以W等MPK除以R为止 这就实现了最后一个货币单位 在不同的生产要素的编辑产量相等的最佳境界 现在我们用代数的方法来推导一下成本纪小化 企业长期成本纪小化 实际上就是以下数学问题 在劳动和资本的约束条件下 如何使得产量最大 我们现在可以建立Loglaren方程 Z等于WR加RK 减掉Lambda括弧FLK减Q0 分别对LK求偏导会有以下的结论 ZPR等于W减F除以R ZPRK等于R减F除以K ZPRLambda等于Q0减F 根据上面的推导整理之后 我们可得W除以R 最后等于MPR除以MPK 以上这个式子就是成本纪小化的一届条件 它还可以写成 MPL除以W等于MPK除以R等于Lambda分之一 利润极大化与成本纪小化的关系 成本纪小化是指在给定的技术和市场的约束条件下 如何以最小的成本生产出一个给定的产量的决策 而利润极大化呢 是在给定的技术和市场的约束条件下 如何给一个给定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量 即最大的利润的决策 通俗点说 前者是以最小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量 而后者呢 是以给定的投入生产出最大的产量 实现了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 都实现了有效性 所以说 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严格的说 他们是个队友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